各位朋友 你們好 現在來到28日凌晨 2點8個字 正在等待奧運 即是香港代表隊Vivian 看看能否拿到金牌 跟我們香港 在等待的過程 講一講嚴明熙的歌 雖然嚴明熙 你知道近來有些弱的問題 但喜歡音樂的人 應該不會被這些影響到 尤其是如果看好這位歌手 講一講他這首歌的歌詞分享 過往因為太忙 都遲了出這條片 現在先錄完它 希望大家多多欣賞我分析的詞 當然我分析的詞 未必跟原著一樣 因為我會把我聽到的感情表達 就會放在歌詞上 至於旋律各方面 大家看看說明下 下面有條連結 大家連結上去便是 好 現在馬上開始 首先 在第一句 在眼前熟練地抱著你 就像以前 即是分開了一段時間 然後再重聚 即是俗語所說的叫翻撻 就好像見到你 接著抱著你 就有回以前相戀的感覺 當然 這首歌詞 都是跟回電視劇 那個橋段去做的 好 接著 就像沒有經過那分別 即是好像從來沒有離開過 那感覺 那感覺 瞬間回歸 那時 即是說 很久沒有擁抱過 再一次擁抱的時候 那種觸碰 那種感覺 就會回到以前熱戀時期的情況 未會遲 現在共你的故事未會完 現在學了很多經驗 和你多番糾纏 明白前事如何避免 其實這一段 其實它也有些是 呼應到上面那一段 未會遲 即是說 即是 即是我們分開了 但是那份感覺 都還在這裏 即是 再見的時候 其實我都在等著你 再回來 這樣解 接著 現在共你的故事未會完 即是說 以前的事情根本是沒有完結 我一直掛念你 接著 這句 即是現在學你很多經驗 之類的那些 即是說 跟你 暫別這一段日子 那我的人生裡面 就會經歷了不同的事情 那個人都成長了很多 那意思 和你多番糾纏 即是說 離離合合很多次 接著 明白前事如何避免 即是說 我現在成熟了 就不會再 好像以前那樣 就重蹈覆轍 犯這麼多的錯 那意思 好 即是以前的錯 就不會再出現 那意思 會愈來愈好 接下來 錯過的未來會實現 即是這句 就是 以前 大家都不懂得去珍惜對方 但現在我懂了 即是大家都成長了 應該大家都可以再一次相處得好些 不用擔心 考驗 只要以後共理相處 即是說 不需要 就是 因為現在成長了 以前的問題 就不會 即是你不需要再擔心出現 即是那些大家相處得不太好的東西 亦都不會再重蹈覆轍 其實它都是重複的 是的 然後 只要以後共理相處 即是說 現在剩下我 只是希望跟你再一次在一起 好 接著 從前離開了 才懷念你每個分秒 即是說 以前 即是 好無離拉間 就跟你無疾而終分別了 但是在這個分別裏 我時刻都是掛著你 即是心仍然存在著你 都是一個 即是無靈兩可的 叫做分離 無疾而終的現象 當然 他這句都說 我仍然是心愛著你 常幸現在 應能欲見 即是說 其實我心裏面 是很掛著你 啊 即是很幸運 就是天 即是比現在 再跟你再一次相遇 其實心裏面 只是有你 都是一個類似對比的方法 是的 有這段 就是錯過的未來會實現 即是重複上面那句 當然都是一個附和 附和上面 即是說 以前的事情 即是過去了 我仍然都是很希望 再跟你在一起 那麼 跟著 現在又再出現 即是這個 一起的機會率 是的 又再出現 即是說 天呢 就是給他們 再在一起 是的 不用擔心分別 只要 記住和你這幾年 即是說 即是不需 以後都不會分開 其實就是 即是他想以後都不會分開 其實就是一個 即是 反義詞 那麼 那麼 他這一句 其實都寫得挺好的 的確 就是說 其實 即是我也不想以後再分開 只要 即是 記住 和你以後的生活 我們也在一起 那當然 那麼 跟著明明離開了 即是 他曾經 即是 對呼應上面 即是 曾經 這幾年 明明 即是 這幾年我們雖然分開了 然而面對 也會有心跳 即是 分開了那段時間 即是 大家看回劇 其實他們經常都會看到 其實 他們每一次見到面 都是 有一個衝擊在 即是 也會有心跳 即是衝擊 這個 也會有心跳 其實 他也是一個 反義詞 就是 雖然我 經常 用另一個身分 即是 可能在這套劇中 他就是同事 雖然 分開了 大家都是同事的關係 但我每次見到你 都會 心動 其實就是 代表著 仍然大家相愛 掛著對方 接著 命運 劃載 從前路線 回頭總不會擱淺 即是 其實他也是 再一次呼應 就是 命運 劃載 從前路線 即是 以前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是 一個經歷 但 現在 我們再 一起的話 就不會 再有 以前的 不開心的事情 再出現 這個就是 我覺得 作者 那個詞 其實就是 他用了 這兩段 我現在說的 這兩段 就是 再呼應 他之前 那兩句 其實 他用了 四段的詞 就是寫了 他們不想 大家分開 那種感覺出現 都是 一個 比較浪漫的 呼應的詞 接下來 這三段 其實 都是重複的 其實這三段 為什麼會重複呢 就是 他 跟回一套劇 因為 劇裡面 他們會有幾次的感情位 出現 我覺得 他這裡 就是 用這幾段的重複 就是 就是 描繪 男女主角 其實 激黨 就會越來越 心 就是 心 越來越感動 都是跟回劇情 只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 到最後 從頭開始多一次 明年 不須怕風雪 即是說 都是 走回劇情 就這樣看 就是 再一次 在一起 以後 都不要再分開 因為以後都不會 怕風雪 即是說 以後就算有什麼 辛苦的事 有什麼 辛酸的事 我們都會 同步 即是風雨同路 這樣解 那麼 他這首歌 就 其實 你說 唱歌的 曲魂的意念 好不好呢 其實 他歌詞 都算是 比較簡單 和重複了少少 當然 都是跟回劇 那個表現 有些人 就說 這首歌 不是不好聽 但是 缺少了宣傳 我也覺得 是的 其實這首歌 都是一個 比較新的嘗試 因為你看到 他 支持唱歌 的康口 都比較跳 我覺得在《情歌》裏面 有個新嘗試 都可以 但是 當然 聽歌就是過人口味 我就覺得 阿芝芝在這個試驗上 他也是一個 嘗試著的時候 我覺得是無可後非 是的 估物論點 都希望這些 新的歌手 一路前途至今 我們短短 這條片 短短幾分鐘 我們下一條片 又再講一下其他歌手 一路講下去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小弟的頻道 是的 我們下一條片見 Thank you 大家